打厚了 其实以莫菲的打法还是有可能再拿这个世界冠军的 确实很全面 而且有耐心 莫菲现在保持着单局最长的是用时的记录 这是在中国公开赛上和大卫哈罗德的一局球 打了一个小时三十多分钟 对一个半小时整 好球 非常好的球 才办法我来查一下这位置 记住了 这种球 白球和粉球之间的这种间距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这个间距如果记好了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这个间距记得不好的话 有可能挡住了这个球员想要的解球的路线 这个球好就好 它白球往下方一库解决的线路也被封住了 对 主要就是封住了这条线路 所以只能是跑远台 跑远台的话 一库也费劲 还是得两库 线画的是两库 莫菲打的是一库 他描的是一库 对 就是有点撞运气的感觉 对 留机会了 我现在看黄球还是有点难度 丁净辉不管是叫哪颗彩球都要留下一个比较舒服的去叫黄球的角度 对 这黄球非常重要 虽然这个从进球的角度来说的话 难度并不是非常大 但主要是叫位 最后打黄球叫绿球成为关键 可以打粉球 大家看篮球怎么样 篮球这个角度能控制住 这导播很专业啊 马上交交代一下 这个绿球是不是能够直接下 嗯 还是被这个咖啡球咬住 来看打要是打篮球的话 这一根的力量啊 不能打的太实 低根 中低根要轻一点 来看白球会不会弹多 果然弹多了一点啊 6 零件15分啊 莫非要获胜的话需要清弹 嗯 丁净辉如果想获胜的话需要打到咖啡球 超分 对 实践难度是差不多的 对于两个人来说的话 现在分数不是问题 看谁抓机会 丁净辉选择防守啊 哎呦 但是最理性的一个选择 6 但是呢 刚好 黄球是遇到了篮球啊 不然的话应该是有机会 有很大机会形成斯多克 其实这局球还是挺考验 丁净辉耐心的啊 嗯 上来之后 上手之后 打了这么多弯球 得分不高 中间呢 好不容易抓住机会打进红球呢 白球又落袋 莫菲真是慢了 这也是斯诺克球员的普遍现象啊 很多都是 您经是刚出 刚出道的时候 都是小快招 对 随着年龄的增长 那是越打越稳 越打越慢 嗯 因为他知道危险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 现在 大家都非常喜爱的这个 斯诺克超级联赛啊 有这个25秒的出开现实 嗯 这种比赛还是挺可取的啊 对 观众朋友可能会 看着感觉 比赛节奏比较快 嗯 这观赏比较强一点 我相信不少职业球员也比较喜欢这种赛制 嗯 好 这还好像似乎是能看到旁边吧 应该是可以看到 来看白球的位置 说现在要看白球的位置 应该是可以打到 并且 还有可能是有下球的角度 但是这个球 这个如果要弹高打的话 有可能打不进的话 黄球留在弹高附近吗 主要是这个球打进没有什么意义啊 这个绿球叫不到 哎 这局真真是对小黑来讲是磕磕磕磕 比较被动了 这一干运气不好 吃到了中袋的桌角 这样的话很容易啊 让对方做死了 哎呀 我飞这球 嗯 怎么搞的 我们想出现了失误啊 我看他打完之后 他们要自己 自己都让我们 哎 被另外一张球台的掌声干扰了吗 按说他们对掌声应该是习惯的 对 他们对掌声应该不是很抵触 来这可能手感上有问题 好球 哎呀 出了点头 看这边 还真是啊 许多凯这个感觉 这职业选手的这个思维啊 主要是看这个线路啊 因为他刀后找得很好 你看这个线路肯定是没有问题 哎 打着双毛衔子 嗯 应该一裤解不到了 会先解到篮球 没看啊 现在 一裤 但是危险 对 只能解到黄球的 左半边 嗯 能解到左半边的话 有可能你要解轻的话 这黄球会往带口附近跑 嗯 并且这有风险啊 而且中带有点碍事 要是没有中带啊 这个角度就好找 嗯 刚好中带口是 最佳的一个解球的 这个位置 祸 一二三孔 这是一条不错的线路 你要解正的话 容易是不是留这个黄球顶带进攻的机会啊 对 容易留机会啊 这种这种线路是比较容易留机会 除非力量大一些啊 而且这一干啊 想解除这个角度 必须要加左前转 白球 如果中竿打的话 没有这个线路 解薄的话 也有可能会有中带 嗯 第一裤 一定要让白球扩大弹 这个弹出的角度 好球 解到